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普京已經做好打核戰的準備 請訂閱上帝的信徒YouTube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響鐘 當有新影片推出的時候就會通知你 大家好,我是Brian 來到這集《聖經語言分析核戰危機,普京孤注一閘》 過去一年我經常會提及普京,當然離不開俄烏戰爭 為何要特別關注普京呢? 正正因為《聖經語言》中有提及類似情況 在《以西結書38章》提及過一個人物 就是來自馬國地的戈格 他最後會領軍攻打以色列 而馬國地是哪個地方呢? 馬國地本身就是古以色列的地圖 或者古代的名字 如果對應現代地區就是俄羅斯的南部 所以一個馬國地的哥格爾 一個領軍人物有機會是來自俄羅斯的領袖人物 現在就很接近普京這個角色 當然是否對應他呢?不敢說 因為這場戰爭在《以西結書》說的 是一個末後的戰爭 究竟現在俄烏戰爭會不會延伸到經文所說的情況 最後攻打以色列呢? 未知的,因為路途相當遙遠 但至少地點正確,角色也很像 普京是今次主導這場俄烏戰爭的最主要發動者 而最近也有新聞報道是令整場戰爭有一個轉捩點 那場戰爭已經打了超過一年了 那之前已經有人提及會不會升級到核戰 最近有一個報道就是這個時代雜誌 瓶是貧窮的瓶,瓶是235的瓶,即是做核彈那種瓶 瓶瓶彈本身其實不是一個正常的核武 嚴格來說,它只不過是用一種高密度的物料,就是這種瓶瓶 那為什麼不和平時的瓶有什麼分別呢? 平時的瓶,瓶235那種可以做核彈 但這一種其實是濃縮瓶的副產品,就叫做瓶瓶 瓶瓶本身所做的炮彈非常堅硬 因為它的堅硬程度是鐵的2.5倍,也是圓的1.7倍左右 即是它的密度 圓基本上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比較高密度的一種金屬 但是這一種的朋友彈,它的密度更高 那有什麼用呢?可以打穿裝甲 尤其是是坦克的裝甲 所以這個是穿甲彈來的 是專門針對坦克的 那為什麼英國那邊要提供烏克蘭這一種呢? 如果我們看回現在的俄烏戰爭局勢 烏克蘭就是大概這個區域 地圖框著這個位置就是烏克蘭 深紅色的位置就是這次俄烏戰爭 俄羅斯所佔領的,原本屬於烏克蘭的領土 而淺粉紅色的位置就是現在俄軍所駐守的位置 打了一年,其實之前呢 開頭打的時候佔領的面積更加大 包括現在畫面灰色這些位置 但後來烏克蘭得到西方國家的武器 就擊退了俄軍,撤退了 所以灰色的俄軍已經撤退了,但仍然佔領了深粉紅色這個區域 而後面這個淺粉紅色區域,俄羅斯那邊再部署 30萬大軍,包括一些坦克部隊 已經有傳媒說究竟會不會是過了冬季,進入春季 甚至過了春季之後,進入夏季的時候 氣候開始轉暖一點的時候 俄軍會發動一次大型的坦克襲擊 就會攻進去基庫,要奪取烏克蘭的首都 所以既然如果有大量的坦克攻進來的時候 所以英國那邊就做了預防措施 就是提供這些朋友彈給烏克蘭可以針對性對付那些坦克的裝甲 所以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會做這一步 而普京得知之後就警告英國不要這樣做 因為他在普京的立場覺得這種朋友彈本身含有油的元素 其實是一種核武來的,對於普京來說 事實上他的確含有油這種成分 而這種成分是有放射性的 雖然他不是一種正常的核武 但他始終有油這個也有放射性和化學污染 所以過往曾經用過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和2003年 美軍打伊拉克的時候 先後兩次的美伊戰爭都有用過這個朋友彈 用完之後發覺對這個環境有污染 而美軍使用過這些朋友彈的時候 他們都有後遺症 就是一些放射性的後遺症 證明這些彈本身含有輕微的放射性 影響人體的健康 所以普京才說這句 嚴格來說真正的核武必須進行核裂變或核聚變 爆發的力量大很多 關於正常或真正的核武 你可以參照我另一集 就是應該一年前 普京下令核武戒備 我會講到真正的核武原理 有興趣再看看 而現在的局勢發展到要用到這些朋友彈 其實這種彈是很少國家使用的 俄羅斯本身是有的 他說他自己也有大概10萬顆這些朋友彈 而美軍也有大量 但是真正在戰場上用的不多機會 但是這次英國那邊竟然提供給烏克蘭的時候 你就明白整場戰爭的程度已經有多激烈 而最怕是什麼呢? 最怕是演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較早前不同的傳媒已經有說到 萬一真是普京升級到用核武的時候 真是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用核武的話 我相信北約那邊或者歐盟絕對不會示弱 一定要知道烏克蘭本身是東歐的 如果烏克蘭被普京動用核武去襲擊的時候 那些核輻射層其實會直接影響到歐洲的地區 所以到時一定北約必須參戰 甚至當是智慧也好他都會參戰 所以就會引伸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現在不是一個指上談兵的時候 而是我們已經進入這個很危急的關頭 究竟這次英國提供烏克蘭這個朋友彈 會不會激發普京動用核武呢? 也會不會激發普京動用核武 甚至Tesla的老闆 或者全球首富Elon Musk 也有關心過這場俄烏克蘭戰爭 他也說到只要普京動用核武 基本上我們也會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其實這一場戰爭已經吸引著全球不同範疇的名人的目光 因為無論是科技、經濟都受困於這次俄烏戰爭 甚至當年或者已故的愛因斯坦 他也曾經說過打完二次大戰後 接下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大機會是一場核戰爭 而這場核戰爭會將人類帶回石器時代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種核戰對人類的威脅有多嚴重 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分析 你可以參考我另一集第三次世界大戰 聖經與民間預言有分析得更加詳盡 我今集就不重複了 而事實上過去今年的一月份 美國芝加哥大學所設立的末日時鐘都調拼快了 即是來午夜十二點就相差90秒 即是越接近午夜十二點就象徵我們人類進入末日 或者已經進入打核戰 現在是我們人類歷史最接近打核戰的時刻 比當年冷戰甚至二次大戰更近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危機有多嚴重 為了回應剛剛英國提供的朋友彈給烏克蘭 普京那裡做了一個動作 而這個動作是相當大的 他就說他接下來就會部署一些戰術性核武 放到白俄羅斯那裡 白俄羅斯就是烏克蘭的左邊 西面的 也是接養這個俄羅斯 基本上白俄羅斯就是俄羅斯的附庸國 說就說是盟友 基本上是附庸國 普京說什麼白俄那邊都會跟著做 而當時打基庫 即是一年前的時候 一開始的俄羅斯戰爭要打基庫的時候 白俄羅斯是有份借助給俄軍去攻打基庫 你就明白到他的立場基本上是和俄羅斯企同一陣線 其實之前白俄羅斯也有要求過普京 將一些戰術核武放到他那裡作為一個防衛的機制 現在普京很明顯就是一個回應 你們英國竟然給了一些朋友彈給烏克蘭 我也將我的戰術核武放到我的盟友白俄羅斯那裡 即是好像東西兩邊夾著烏克蘭作為一個震懾的力量 什麼叫戰術核武呢? 戰術核武之前我都說過 和戰略核武有分別 戰略核武就是我們二次大戰看到的原子彈 或者大型的核彈 基本上就叫做戰略核武 是一個無差別的攻擊 而戰術核武就是精準打擊 它可能精準打擊你某個軍事基地 或者某個建築或者某個地點 是一個小型的核武 爆炸力是會相對低的 但它仍然是有輻射性 它也是一種核裂變的核彈 所以是有威脅性的 這次普京就說到它部署了10架戰機 而這些戰機上面可以攜有這些戰術核武 而它也說到4月初的時候 4月3日左右就會開始培訓白俄羅斯的軍方人員 去使用這些戰術核武 去到7月初基本上就完成整個部署 你要留意時間性 但為什麼要特地去說 究竟是否普京未來這個下季 將會進行一個大型的軍事行動 去針對烏克蘭 當然現在已經是有這個軍事行動 一直都跟烏克蘭打 沒有停過的 已經打了第13個月 但接下來似乎它可能 正如剛剛所說 它已經調派多額外30萬軍隊 裡面有坦克部隊的時候 似乎它真的接下來會有些大型的動作 而它再加上放這個戰術核武 放到這個白俄的時候 會不會也作為一個防備 萬一它真的進行這個大型軍事行動 針對烏克蘭的時候 防備西方國家 尤其是歐盟或者北約 因為北約他們的成員國 是接讓這個白俄的 所以如果俄羅斯今次放了一些 戰術核武放到白俄那裡 他也可以作為一個震懾 或者一個反擊力量 或者一個智慧上的力量 去恐嚇這個西方國家也好 還是他自己作為一個軍事部署也好 他的動作很明顯 當然他也可能是虛張聲勢 他純粹放下去 也未必想著用 不知道究竟現在普京心裡面盤算什麼呢 我相信他也是想盡快完成這個俄羅斯戰爭的戰事 因為已經處於一個膠著狀態很久 究竟他是想就這樣拿烏克蘭東部 還是想拿上幾乎整個烏克蘭殲滅呢 真的不知道 也要看他接下來下一步想做些什麼 自從普京一提到要把這個戰術核武放到白俄 在俄羅斯境內的時候 這個歐盟馬上出聲 因為白俄剛剛也說了 接任歐盟的成員國 那麼歐盟就說 會有更多的制裁針對俄羅斯 如果他真的成功去部署這個戰術核武放到白俄 那麼他的制裁措施都離不開經濟制裁 就算現在我們打了一年 主要都是經濟制裁 始終因為烏克蘭還未成功加入北約 所以北約也出師無名去直接幫助烏克蘭 或者也這麼說 北約根本也不想打這場仗 因為也是一個消耗戰 即是你要打贏俄羅斯 或者要推翻俄羅斯也不容易 中間大家所損耗的成本 人力物力都相當大 所以北約似乎也不想打這場仗 正觀其變 因為始終俄羅斯剛剛也提到時間表 他現在還未馬上放下去 現在才三月尾 他說未來四月開始培訓 實質完成報紙要到七月 即還有幾個月 究竟這幾個月會發生什麼事 都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大家繼續觀察下去 而歐盟出聲 當然北約也一定要出聲 北約是一個軍事聯盟 歐盟也說是一個經濟或者政治的組織 但北約是一個軍事聯盟組織 他也出聲 俄羅斯這個舉動是一個相當危險的決定 即將戰上核武放下這個白鵝 不過北約也說了一句話 他暫時看不到俄羅斯的核勢態有什麼轉變 即俄羅斯的核武的威脅性 他意思是沒有明顯的提升 事實上是 即使他重新分佈那些戰術核武 其實對他射程的影響不是很大 因為白鵝和俄羅斯是很近的 他只不過是將部分的戰術核武向西方國家移過去 但其實如果將這些戰術核武放到洲際導彈 其實射程的影響不是很大 反而這是一個姿態 是一個動作告訴大家 我絕對可以在我周邊的盟國放我的戰術核武下去 我是要保護我周邊的盟國 甚至方便我作為一個軍事的部署 所以似乎北約暫時都不會有任何舉動 既然他都說到俄羅斯今次的核武威脅 沒有直接明顯上升 或者這麼說 因為始終還沒開始部署 部署之後究竟北約的立場 或者北約的評估會不會有修正 這個也是接下來要看下去的 歐盟北約說完 輪到俄羅斯的盟友 即是中國也出聲 不過中國就說 希望雙方 即是西方國家和俄羅斯 都希望回到這個談判桌 即是用這個外交渠道去解決這件事 希望用和平方法去解決 很明顯中國也不想俄羅斯動用核武 因為中國的發言人也重新 在去年的一月份 五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包括俄羅斯、美國 他們都簽訂了條約 就是希望不會進行核戰 上年一月簽訂 都是簽訂了一年多 所以中國重新希望大家可以遵守上年的承諾 所以中國作為一個好像中間的調停人 希望緩和大家的局勢 當然普京未必會聽 中國只不過怎樣也要出聲 始終他是五個成員國之一 他也要出聲 而普京未必會怎樣做 這也是大家拭目以待 究竟聖經有沒有說過我們未來真的會打核戰 令我想起一句聖經的經文 就是啟史錄八章八節說到 有像火燒著的大山 溫在海中 令到海裡的生命死了三分之一 船隻有也壞了三分之一 這裡說了是一個大山燒著火的大山 聽起來好像是隕石或是碎星襲擊 這也是我之前的想法 但也有另一個可能性 一個燒著火的大山 溫落海中 然後可以弄死那麼多的生物 弄壞那麼多的船隻 也可能是海中的核爆 曾經我們人類也試過在海上進行核事爆 就好像大家畫面看到 1946年7月1日 就是美軍在太平洋的比堅尼環礁進行核事爆 你聽過比堅尼環礁 沒有聽錯是比堅尼 你說跟我們泳衣的比堅尼是否同一個名字 其實是有關的 因為我們現代的比堅尼 正正就是1946年7月5日 在法國設計師設計出來 然後公佈出來 讓大家看到這個現代版的泳衣設計 而當時這個設計師為何會用比堅尼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幾日前7月1日就是比堅尼環礁 美軍核事爆 而這個泳衣的設計師認為 他這種新泳的設計 也是一個爆炸性的設計 所以他就拿了比堅尼環礁的核事爆 作為比喻他這個泳衣 所以就拿了比堅尼環礁的名字 所以現在我們就叫這個泳衣 叫比堅尼泳衣 實際上跟那次核事爆是真的有關的 事實上比堅尼這種泳衣不是1946年才有 如果看回一些古代的馬賽克 例如這個就是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馬賽克 現在考證大概公元前的286年至305年左右 你已經看到當時西西里島上的女士 都是穿了類似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比堅尼 所以剛剛那個1946年的版本 似乎就不是原創的了 他只不過是重新發明 或者重新去發現這一種的設計 即是再重新去設計 剛好就跟當年的西西里島相似 比堅尼就說到這裡 我們先說回核事爆 當時1946年7月1日其實已經是二次大戰完結之後的一個核事爆 當時他們就希望想在海面上空去試爆 看一個威力或者效果是怎樣的 他們當時就在這個比堅尼環礁 現在大家畫面看到就是這個比堅尼環礁的地圖 你看到它其實分佈了很多個島嶼 它就在這個區域進行核事爆 其實本身這個島嶼上面有些土住 當然核事爆之前 它就遷了土住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但起初原本就想著核事爆之後 再把這些島嶼交還給土住 但後來發現核事爆之後的輻射量太高 基本上是不適合再被人去居住 所以就要撤離土住 就不可以再讓他們回去 當時他們就在這個區域進行核事爆 他們是怎樣試的威力 竟然在海面上佈防 佈了一些艦艇 不同位置放不同的艦艇 放幾十架艦艇 包括潛水艇、戰艦、航空母艦 放在核爆中心附近的區域 他想看看如果一個核彈在海面上空 引爆的效果 或者威力或者破壞力 怎樣破壞海上的船隻 他們做了這個測試 大家現在畫面看到這次的核爆 就是第一次的 1946年7月1日 因為這次的比堅尼環礁核試驗是先後兩次 去到7月25日也有第二次的核試爆 第一次核試爆 他們試爆完之後 發現十幾隻艦艇當中有五隻即時沉沒 即是看到威力 但當時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所以去到7月25日進行第二次核試爆 而這次威力再強一點 令到14艘戰艦 包括包括一些航空母艦和潛水艇沉沒 他們就想做這些測試 即是告訴他們 如果一個是海面或者海底進行的核試爆 的確可以令到海面上的船隻沉沒 進行大量的破壞 甚至海裡的生物當然也會死亡 因為它是有核污染的 而事實上這次比堅尼環礁核試爆之後 就發現水的輻射量是超出安全標準 也禁止在這個區域進行捕魚 因為已經受到輻射影響 也有輻射塵埃 另外就是船隻 就算破壞了船隻 有部份沒有即時沉沒 就好像大家現在畫面看到 這個就是美國的獨立號 航空母艦 它是被摧毀 基本上你見到無煙 基本上是被高溫和輻射所摧毀 這些摧毀座雖然沒有即時沉沒 但是拖回去美國的時候 發現這些船艦本身都帶有高輻射劑量 他們要即時進行清潔 甚至維修甚至拆件去摧毀這個戰艦 因為實在輻射量太高 那你就見到今次核試爆 你也可以說是成功的 在軍事上 但你就見到破壞力 這是一個近距離拍攝 你見到這個軍艦本身都破壞力很強 竟然軍艦上還有人 你要明白當時二次大戰之後的一年 大家對這個輻射的影響 或者安全標準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理論上不應該這麼快再派軍人上 這個受輻射污染的軍艦 但是以往就是這樣 的確這次核試爆之後 也有部分參與這次核試爆的美軍 後來受到這些輻射中毒影響 有些是生癌 有些是皮膚灼傷 有不同程度的核輻射影響他們的健康 所以你就會見到原來一個海面上的核試爆 是可以破壞船 也可以殺死海中的生物 所以如果再看回這段經文 你就會深深體會到這段經文 有機會在說未來是海上的一場核戰 或是核爆在海上發生的時候 就會好像它爆的時候 或是燃燒的時候 就好像火燒著大三鷹在海中 因為你要知道當時使徒若翰 他看到異象的時候 他只能夠用他所認知的字眼去描述他所見到的異象 而他的年代當時他不會知道有核彈這件事 所以他寫不到核彈這兩個字 寫著《聖經經文》 他只能夠用他適用的字眼 就是燒著大山扔下海 然後爆開 然後海裡的生物死三分一 然後很多船隻都死 究竟使徒若翰是否看到一個未來 在海上的核爆所見到的情境 或者海上核爆所導致的情況 就是使徒若翰所見到 然後去記錄在《聖經》這段經文 事實上除了這些戰術型核武之外 俄羅斯還有一些秘密武器 有可能會用在俄烏戰爭上 究竟是什麼秘密武器 而且最近也有更多證據顯示 普京越來越有野心 越來越有決心去進行一場的核戰 究竟有什麼證據顯示呢? 而如果真的打核戰的時候 俄羅斯未必是唯一一個國家動用核武 可能會牽涉其他的盟友 而這些盟友的國家 是會牽涉什麼國家呢? 這些所有分析所有內容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轉區 和Youtube會員轉區 跟大家詳細分析 記得按LIKE、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請立即加入 上帝的信徒Youtube會員或Patreon會員 去收看完整版本 有關入會連結 已經在影片下方 跟進去